早上好,欢迎回到7月25号的百格晨报,我是敏格 大选之前曾经成为朝野用来互相炒作攻击的 伊斯兰法庭刑事权限修正法案RUU355 如今在吉兰丹州议会再度被挑起何时落实 也成为了今天阳光日报的头版新闻 大标题写着,国阵反对党领袖莫哈默阿威者阿默 挑战现任首相敦马哈迪,允许在国会重新提成辩论 前朝政府都可以,难道这次不行吗? 不过伊党副主席莫哈默阿玛就证实 RUU355修正法案并没有列入本次国会的议程 新政府现在比较想做的事情是立法保护 所有宗教和种族的敏感性,不再受到羞辱 遏制社交媒体日益发生彼此憎恨辱骂的事件 这也是今天多家报纸的头版新闻 中国报头版新闻报道 位于安邦在野的某间商业中心 仿佛是一座赌城 因为大厦里头有四个赌博中心 其中一个还打通了14个单位 以更大的场地进行赌博活动 警方将会在近期率队展开取缔 接着有新报头版的大灾问 昨天午餐后的国会议员都跑去哪里了 因为人数不足,国会还差一点就留会 对此副议长尼可敏出面解释说 下午时段刚好有很多的西蒙议员在会议室开会 另外还有一些议员在特别议会厅 而不是很多议员缺席 无论如何这差点留会的事件 还是惹来了批评 前新闻部长莱士雅丁透过推特表示 解决的方案有两个 首先凡是缺席的会议的国会议员 就减他们的津贴 第二把那些懒惰的国会议员 看在报纸和社交媒体 而农业部长沙拉胡丁也指出 他同意扣除议员每个月的津贴的这项建议 因为议员无故缺席 对其他的议员不公平 根据国会下议院条规 下议院有222名的议员 开会的法定人数是26个人 另一方面 清体部长塞沙迪表示 大马严正看待 把投票年龄降到18岁的课题 一旦落实下届大选将会增加370万选民 代表年轻选民会比509大选增加大约25% 塞沙迪昨天也在社交媒体Instagram上载了一张 他跟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的合照 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就探讨了 修法把投票年龄降到18岁的事 他指出一些国家 像是印尼、泰国、美国、英国等等 18岁就可以投票 但是遗憾的在大马 还有人认为18岁愚笨不成熟 为了要壮大年轻人的声音 他强调将会近期向内阁和国会提呈有关的修正法案 对此不少网民希望投票年龄保持在21岁 认为18岁太年轻缺乏社会经验 无法做出明智的选择 也有网民认为这是好的开始 能够激发年轻人独立思考 也有网民就建议塞沙迪专注在青年和体育上 并且在提出建议之前 先亲身去接触城市和乡村的年轻人 最后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